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咽壓公園 其實在全世界先進國家 在談都市 尤其是大都會 要怎麼樣做靜靈開放 怎麼樣做永續發展 失地變成很重要的項目 什麼叫失地 我們這個周圍就是失地 台北市的失地也蠻多的 那在 在昭延的這個 選區或他住的 那個地方其實這個咽壓公園 算是一個 我們這邊有一攤水 那這邊有鴨有路斯 其實台北市 失地蠻多 那我們這個選區 這個咽壓公園因為 有所謂的路化 它有地方失地消失變成陸地 那我們這些鳥啊 什麼的他用腳頭 要跑走掉了 所以我知道 召營議員 曾經為這個 食品很關心 也在議會 有質詢 那最近呢 聯合國的 失地的 國際學術大會 來台北召開 我知道 召營議員 特別有在議會質詢 因為我一直也都關心 就是海北市 對於失地是什麼 態度 那我想從前任的 柯P市長 到現在的 蔣蘭市長 他們應該要注意這件事情 不過我必須說 你說像我們這塊地方 你要保育下去 你光注意這裡是不夠的 因為河水有上下 所以 那你要保護這塊市地 你就要注意到 我們這個淡水門的上游 就是大安息 大安息的水不乾淨 水量不夠 這裡就會有問題 那我們這裡做好了 然後下游關渡啊 什麼的淡水河口啊 紅樹林就會欣欣降榮 所以它是一個系統 那這邊我就希望 大家能夠支持 我們郭知道元議員 更上層樓 能夠到立法院去為大家發聲 為我們台北的都會 能夠爭取到更好的綠地 更多的失地 保育這些 除了人類以外的 其他的生命 民包物語嘛 我知道專業議員在這個 選民服務啊 在社區發展 都有很多貢獻 那我們因為選民 大家都有感覺到 可是我希望我們把這份大愛 能夠擴張到 看到的這個綠地 濕地 這邊的生物 讓濕地在為都市的發展裡面 越來越被重視 被看到 這樣全台灣的環境都會變好 請大家多多支持郭知道議員 謝謝